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下一代AI晶片设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市场的时间框架也越来越紧缩,对功能更强大,更节能的先进晶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台积电生态系统与联盟管理处处长Dan Koch-Patron最近称,台积电正处于人工智慧时代的边缘,资料中心对高效能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不断飙升。 事实上,可以说,现在是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最佳时机,因为台积电的创新正在人工智慧领域释放巨大的机遇。 随着人工智慧的快速普及,为了满足对能够处理海量数据及和运算的先进吸变解决方案前所未有的需求,业界正在不断突破先进工艺和3DIC技术的界限。 台积电和AB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处于这一范式转变的前沿,共同利用台积电最先进的工艺和3DFabric技术提供先进的EDA和IP解决方案,以加速3DIC设计的进步,推动人工智慧创新。 台积电与IP合作伙伴合作,使用最新的先进3nm和2nm技术认证其业界领先的数位和客制化完整设计流程,以确保客户成功流片。 最新的合作还包括支援台积电3DFabric技术的台积电认证设计平台,该技术整合了TSMC SOIC集成晶片系统和CoOS,包括最新的晶圆系统TSMC SO封装。 台积电延续设计技术共同优化DTCO的传统,与长期合作伙伴合作,针对最新的台积电技术,如N3FinFlex,N2NinoFlex和最新的台积电A16,以及创新的背面电源解决方案,优化功率,效能和面积,PPA,为未来的AI创新提供动力。 AI应用对运算的需求不断增长,半导体技术也必须跟上步伐。 台积电与主要设计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合作,开发基于AI的设计自动化,以提供业界领先的生产力和结果质量QOR。 事实上,台积电的EDA合作伙伴已在半导体设计中使用AIML,在时序、功耗和生产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 台积电还正在与合作伙伴合作应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来提高设计效率,使用大型语言模型LLM进行工作流程,运行助手流程脚本和寄存器传输及RTL设计和调试,以及知识助手工具和使用流程查询。 这种方法有助于显著提高设计效率,加快从创意到成功设计的过程。 台积电还与主要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合作伙伴合作,将AI应用于设计工作,包括数位设计金属方案优化、单元库和EDA设置优化、模拟设计迁移、模拟电路优化和3DIC设计空间探索。 AI驱动的解决方案,简化了平面规划流程,以优化热、信号和电源完整性,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系统效能和QOR。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正在推进3DIC设计生态系统,通过加强与合作伙伴、客户和代工厂的合作来促进系统及创新。 通过与APE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合作,正在利用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来显著提高3DIC设计生产力,并优化设计功率、效能、面积PPA和结果质量QOR。 作为3DBLOX委员会的骄傲成员,台积电正在与其他委员会成员合作,推动3DBLOX标准的下一次演进,显著提高3DIC设计效率并推动行业向前发展。 台积电与APE合作伙伴一起应对3DIC架构固有的多物理挑战,帮助所有的共同客户在最新的台积电3D Fabric技术上实现精确和优化的设计。 AWS Anopona Labs副总裁Gary Shilaghi 表示,通过与台积电合作,为AWS设计的Nitro、Graviton、Trainium和Inferentia晶片提供先进的锡片解决方案, 这使他们能够突破先进工艺和封装技术的界限,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几乎任何在AWS上运行的工作负载的最佳价效比。 博通ASIC产品部门研发与工程副总裁Greg Biggs 表示,博通于2024年9月成功推出了业界首款Face-to-Face 3D SOIC。 该设备采用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3D晶片堆叠和CoOS封装技术,将9个晶片和6个HBM堆占,集成在一个大封装中。 这位预计在2025年实现的大量3D SOIC产量提升,铺平了道路。 博通继续使用3D Blocks,这对于3D IC设计流程中EDA工具的互操作性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Socian Next副总裁兼全球开发集团负责人Hissato Yoshida表示,Socian Next是一家为汽车、资料中心和网路等需要最先进技术的领域,提供完全客制化和优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台积电的2奈米技术提供卓越的效能和能效,加上其3D Fabric,推动了Socian Next的3D IC创新,为资料中心、5G、6G基础设施和边缘运算等各种应用提供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台积电的技术及其全面的生态系统,帮助Socian Next显著缩短了向市场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的时间。 这些创新对于巩固Socian Next在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3D Blocks开放标准于2022年推出,为EDA供应商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他们能够以单一格式对3D IC设计的基本物理堆叠和逻辑连接讯息进行建模。 3D Blocks通过提供物理和逻辑连接的全面视图以及增强跨工具互操作性来简化3D IC设计。 自成立以来,3D Blocks标准经历了多次更新,每次演进都让合作伙伴及其客户更容易使用。 2022年,3D Blocks实施了一种模块化方法,代表是所有3D IC架构。 去年,3D Blocks的增强功能侧重于早期架构探索的原型可行性。 如今,最新版本的3D Blocks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能够通过早期规划功能有效处理大型3D IC设计。 最后的重点则是,3D Blocks委员会还宣布,计划通过全球最大的技术专业组织IEE公开发表3D Blocks标准, 以进一步推动3D IC设计生态系统创新并提高异地被工具的互操作性。 该标准被称为IEE35373D Blocks,将获得更多来自行业专家的支援和资源, 同时,让更多合作伙伴、客户和代工厂能够轻松利用3D Blocks在AI技术和其他领域开辟新天地。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